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本周前20强声量最大的政治人物 有哪些人新进榜 好了 丽杰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礼拜的蓝绿对阵图 有一些变化咯 人数不太一样 对 因为蓝跟绿的话 其实差不多在这礼拜 它的能量其实 一个是进榜七位 一个是进榜九位 所以它们算是旗鼓相当的 本来绿的是蓝的两倍 对 没错 在这礼拜的话 瞬间就是蓝的变大了一点 绿的缩小 但是在重要的事件当中的话 其实它没有特别的分蓝跟绿 因为最重要把大家带进来的风的话 其实大甲马祖落尽 所以它们没有分蓝绿 神明的力量 让草野和谐的 没错 最主要的话 其实像是马英九 朱立伦 然后还有陈伯伟的话 是主要被带进来的 而且是再次进榜的 都是因为有去参加这个马祖绕镜 是 那另外还有就是比较特别的 一阵风的话 像是重新又被造起来的 像是苗波雅跟黄姐的话 主要就是因为核四的重启 还有能源转型的议题 重新的被带进了榜 算是这一圈 就是被列为中间的这一圈 人数有越来越多 我们本来从两个 两个 三个 然后四个了 然后四个了 对 这礼拜的话 即将进入了四个 那不知道下礼拜 可不可以再次的增加 那再来的话 从陈时中的 它越来越往外面的话 其实可以看出来 我们疫情其实 越来越去趋缓 控制的越好 陈时中就越往边边走 没错 那其实在台铁 刚刚在第一part的时候 有讲到 这占了44%的声量 其实可以从林佳龙 它越来越接 它才在核心里面 其实就可以看出来 其实热度还是一样 没有消减的 它的任期到20号 对 它的磁程已经生效了 没错 但是它因为这个 提出了磁程之后 反而它的声量 还有它的温暖度 好感度都往上提升 没错 因为大家开始议论说 那它下一步会往哪里走 那接下来的话 再次进榜 当然还要吃黄伟哲 那主要是因为台南的 咸州的之争的事件 把它带进了榜上 应该有这个 凤梨干的这个加持吧 旁贝欧吃了凤梨干 是台南生产的 没错 那所以它也跟着这阵风 也带了一点点 它的声量起来 我觉得黄伟哲市长 还蛮可爱的 就是他每次进榜的时候 都跟吃有关 没错 不是咸州 就是凤梨干之类的 有没有 还会卤肉饭 那潘梦湾其实也是 另外跟吃有关 也会进榜 像是屏东的名产 对 芒果 等等的 也会把它带 就一直在榜上 这样子 了解 好的 现在厉姐跟我们分析 这个蓝绿对阵 看起来这个 哇这个礼拜 蓝绿两股势力 是有一点 慢慢要这个旗鼓 相当这样子的味道了 好 另外我们刚刚谈到 就是说 这个美国的访问团来 然后呢 老共其实还蛮火大的 他就说 哇我们要在台湾台下 旁边这个地方 要实施 不知道五天还是六天的 这个实弹演习 然后另外呢 老共也在国台办的记者会上面 马晓光就说 国民党退居台湾 失去 就失掉了代表中国的地位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某种程度 好像对于九二共事 这个国民党 坚持的这个路线 有一点打脸的味道 就是我觉得 对于国民党主席来说 实在是一个 还蛮难做的位置 江启臣 他一下子要被 要被党内的 朱立伦打个脸 然后有的时候 又要被马晓光打个脸 就是都不留一点情面给国民党 这对国民党来说 我觉得会不会心头有一点酸酸的 先请教一下千惠啦 你怎么样看待 国民党 已经支持度不是很高了 可是又一直被扒脸 所以我觉得江启臣这个主席 应该做得很 很乌糊的 很心酸 而且尤其是这个礼拜 应该是他的 因为人家说双喜黎门 这个礼拜应该也是 江启臣双喜黎门的日子 为什么 那个喜不是喜事的喜 是喜脸的喜 好坏喔 因为他一下子被那个美国洗脸 然后现在又被党内自己的人洗脸 然后现在连中国 就是他们一向自以为 想要亲中路线的那个 好朋友也洗脸 他说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一个 没有九二共识 没有九二共识 这件事情 一中特别 1949年到你们国民党就已经拜拜了 那这不是当场给国民党很难看吗 就是九二共识 就是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 对我觉得国民党好像还自己 在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 或他还自己沉浸在自己的那个 世界里 一直说 对啊 那个九二共识 还是存在着 我们的政策还是九二共识 他不等于一国两制 但我觉得他跟习近平的说法 就是两个不一样的世界 两个在对话是完全对不起来的 对赵欣这怎么处理呢 就是说感觉上两边没有对焦 那国民党仍然要坚持说 嗯 不管 不管 我不管 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 可是人家都讲的话 讲到这么白这么白 他就已经直变了 那所以国民党真的没有打算说 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吗 我想从一个比较大的架构观 来跟大家解释 国民党现在到底在做些什么 第一个大家会觉得说 我们好像美国跟我们也有意见 中国大陆也有跟我们意见 对啊 真好啊 这表示我们有主体性啊 我们在人民这边啊 大家都讨厌 那我讲的要 可是大家都讨厌你们啊 我讲两个重要的概念给大家看 国民党认为 国民党是亲美有中嘛 但是呢 真的啊 有中不能超过国安 那亲美不能超越时安 因为这两个都是人民最在乎的 有人可以告诉我说 我可以牺牲国安或牺牲时安 跟哪个国家好的 站出来我佩服他 国民党做不到 所以因为这样 我宁可站在人民这边 我也不惜得罪 人家一定不高兴嘛 不惜得罪 对 我就是得罪 我就是得罪 因为人民不喜欢这样的嘛 如果就是人民 国民党党党主席啊 你讲的比江启臣好太多了 我就是得罪啊 像中国大陆这样子 胡锡进那时候乱讲话 国民党不是你遂寒耶 我们是国民党 我们不是民革 中国大陆有个团体叫民革 那个他也叫国民党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附庸的政党 我们是代表我们台湾中华民国嘛 好啦 那你们到底九二共产党是怎样 这个我当然不承认 我们有我们的主张跟诉求 如果说这个大陆这边不能接受 那大家就僵着啊 就这样啊 中心可以学林维州啊 因为林维州直接说 就是因为那个习近平 他们不成九二共产党 所以习近平就马上是敌人 但是我们必须讲的 我们认为当然委员一定不会同意 我们认为我们跟民进党不同的是 我们是以友善为目标 如果达不到我们就隔着 那我们不认为民进党以友善为目标 因为友善的话 民进党可能觉得自己不能执政 那个委员一定不同意这一点 但我们是这样认为 委员你听了董安讲什么 所以我觉得两岸的互动 不是指说国民党怎么样或民进党怎么样 就算民进党现在想合作 我坦白讲啊 我也帮民进党讲点话 民进党现在想合作 可能大陆现在也转不过来 所以说这个两岸要同样的都要有负起责任 因为我认为国民党是不卑不亢 两岸的互动除了台湾这边 或者是中华民国这边怎么样 那也取决于大陆对民主自由 你要理解尊重 也取决于你对中华民国 你要有文明的态度 这不是承认跟不承认 你要有文明的态度 如果你的回应是很不文明的 那打给东西中华民国的国民 中国国民党几十万党员 没有一个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 那你就直接说马晓光 你根本不文明 你就直接点名就好了 不过丽杰 我们不会啦 外交上不会这样做 我们先请教一下丽杰 因为丽杰有帮我们特别做了一个手版 就是网友们对于马晓光谈话 到底有什么反应 是 就是对于国台在打脸 就是国民党的九二共识这件事情 到底网友怎么看 其实大家到八成的网友 其实是赞同国民 就是国台办所说的话 国台办唯一一次在台湾 获得这么高的支持 跟肯定 台湾 他讲的不是一事情在 他这是陈述事实 另外就是他们为什么赞同了 另外一个原因 其实是一个不买单 国民党九二共识的一个表现 那另外还有就是不买单的状况 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觉得说 这应该是中国的事情啊 或者是燃绿都不好啊 等等之类的 另外还有其他的话 其实就是说就是台湾 那台湾就是台湾跟总共公司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就有一些其他的选项 好 我们要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